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伊士运河 巴拿马运河和马六甲海峡都是国际海洋运输的重要通道 二战结束以来 海洋运输越来越繁忙 埃及经常对苏伊士运河进行输军工作 巴拿马也对巴拿马运河进行了扩建 马六甲海峡也越来越拥挤 而且马六甲海峡海底淤积比较严重 很多地方的水下有沙洲和浅滩 而且 与其扩建马六甲海峡不如在泰国挖一条运河 直接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 这样还能减少路程不必绕到马六甲海峡 马来半岛最展处 位于泰国南部春棚府和拉廊府所在的柯拉底下 东面是泰国湾附近海域 西面安达曼海 如果在这里挖一条运河 那么往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船只就不必绕到马六甲海峡 从而大大缩短了航程 缩短了多少航程呢?一千多公里 泰国早在19世纪就开始计划在柯拉底下附近开挖一条运河 由当时的泰王拉玛武士正式提出 但是 因为经费和技术问题 这个计划没有实施 第二次世界战争期间 日本人占领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 日本开始计划在泰国的柯拉底下附近开挖一条运河 这样 日本的军舰就可以直接到达印度洋 同时也能讨好泰国人 巩固自己在东南亚的地位 但日本很快就战败了 这一次开挖运河的计划也没有来得及实施 20世纪70年代以来 泰国一直想在柯拉底下附近挖运河 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动工 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 柯拉底下附近的地形比较复杂 在这里修运河 工程量比较大 工程量一大 建设费用就高 大概需要3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300亿美元对于泰国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因此 泰国政府必须吸引国际资本来投资 吸引国际资本得看人家愿不愿意来投资 很多国家不愿来投资 因为很多国家的政府要考虑到自身与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关系 柯拉运河一开通 肯定会影响马六甲海峡的地位 第二 泰国民众不愿意修运河 因为柯拉地下南边是穆斯林聚集地 这个地方本来就闹分裂 柯拉运河一开通 等于是人为地修了一条界河 把南边的穆斯林聚集地与泰国本土分离 泰国老百姓普遍担心 柯拉运河开通以后 南部的穆斯林聚集地的分离主义倾向 会越来越明显 修运河是为了收过经费 不能为了收一点过经费 丢掉了一部分国土 那也太不值得了 此外 修了运河以后 柯拉地下的原生态景观会遭到破坏 同时 运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也会对运河东西两端的海域造成污染 总之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 柯拉运河计划一直为付诸实施 不过 泰国政府基本上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炒作一下这个计划 因为 有些新上任的领导人 希望借此来拉动经济 提高泰国的国际地位 柯拉运河从1868年就开始计划修建了 过了将近148年 这个计划还在图纸上 从未付诸实施 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修建了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柯拉运河一旦修建成功 马六甲海峡的地位将会大大下降 柯拉运河大概是新加坡最不愿意看到的运河 马六甲海峡的地位将会大大下降 马六甲海峡的地位将会大大下降